還有檢測棒有得派 是嗎? 對,免費 對 快速測試棒 這間店舖很好 有免費的快測棒給大家 不過我看到很多店舖 都有特地派測試棒給別人 所以我們香港人 更加要支持香港的小店 不用了… 我是CSM的三妹 我是Yumi 大家最期待的三妹終於回歸了 很關注大家,很關注你們 我們上兩集去了新界和九龍 所以我們今天去了港島 我們第一集來到時代廣場 我們下午3時就看看 現在的時代廣場究竟人流是怎樣 我們快點出發 快點出發了 喂呀,你們兩個自私逛街 又不叫丟到我自己一個在辦公室 啊,不怕 我有State of Survival全面司控手遊陪我 State of Survival全面司控 是一款末日生存策略手遊 強安全球已經超過一億下載了 可以在遊戲中建設基地 訓練軍隊 在喪屍襲擊的時候 保護家園 還可以跟其他人組建聯盟 結識來自世界各地的夥伴 獲得超厲害的社交體驗啊 這次下載全面司控 末日女團即刻擁有 現在下載遊戲 連續簽到 還可以獲得400次年秋大獎 還有三位免費美女英雄啊 還有我們三個 這些不是美女 喂呀 另外3月25到27號 還有三天的額外福利哦 詳情就可以留意下面的description box啦 打機先打機先 其實我們走了一個圈 明顯人流都是不多的 不過其實差不多 即是在疫情之後 其實沒有了大陸人 時代廣場的人流都是這麼起鎖 對 所以跟我們預期中一樣 我們走了 其實基本上店舖全部都有開 可能因為這裡大品牌比較多 但裡面可能職員只剩下一個兩個 我通常看到都是只有一個 對 而且裡面是沒有客人的 而且這裡的營業時間好像縮短了很多 即是會吊開店舖 但會很早地收店舖 反而最多人流是電腦 在電腦上落的時候 還有食肆 食肆是最多人的 四五個人 我發覺Nadm 即是出名的港女餅 依然保持著有很多日晚 看來大家對食餅很有需求 哈哈 我們現在看完時代廣場的環境 我們現在就轉場去希臣 希臣 出發 看看Apple Store是怎樣 我們現在看完時代廣場在街見我最多人 最多人的時間 即是眨眼看其實不進商場 現在跟平時沒有分別 因為現在是三點 不是六、七點 所以很期待待會去Donkey的情況會怎樣 看看香港人也繼續排隊 因為當時疫症越來越嚴重 我媽媽去了屯門Donkey 她說這條隊都打了蛇餅 我想說現在的Boutique都有防疫舞 好像現在的風格一樣 我們可以看看 這間店舖很好 有免費的快測棒給大家 不過我看到很多店舖 都有特意派測試棒給別人 所以我們香港人 更要支持香港的小店 對 大家都是這個時勢互相幫助 因為其實也挺貴的 你叫我每天買一枝檢測棒 不是國外人 二十元 本身口罩已經要額外付錢再買 然後你還要一個普通家庭 再負擔一個檢測棒 即是你二十元 二十元 是一家四口四枝 可能還要你早晚一枝 其實現在是平日的三點 也多人 看來大家對蘋果的需求 是不會因為疫情而影響 而且員工完全沒有減少 一樣像平日的Apple Store一樣 這麼多人 都是的 很多很多員工 可能要保持這個質素 我覺得也應該 但來到希臣 整個氣氛熱鬧很多 沒有剛才Town Square那麼靜 對 Town Square真的冷清得不得了 但這裡是非常多人 我不知道是因為我們還在下層 那些人純粹經過出出入入 所以我們想上層 應該也不會特意搭條電視出出入入吧 就是廁所 這兩本書我們想送給香港人 純粹是不知的 因為我們還沒看過這本書 對,但長手看過封面已經覺得… 想鼓勵一下大家 我們來到Town Ki了 暫時入口就不見有牆壯 但一直看見很多人出來 對,其實Town Ki有一個情熱格 不知道裡面的人是否一樣熱情 那我們立刻去看看 我們剛才進來Town Ki 還是… 暫時見不到很多人 很難得走Town Ki 是有點鬆動 這層終於多了一些人 這層是零食 以後開始見到更多人 終於沒有被人搶走的情葬 是有菜賣的 一刀吉仔要七十八元 好嗎 在疫情下,我不會捨得吃這麼貴的金 現在來到藥妝那層 其實明顯很疏落 對,很少人 因為我感受到 人們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分得很慘 即是買菜都會照買 但可能化妝品不是急著要補 要更換 那就… 就免得走 買完生活必需品便離開 再見 這麼快,我們已經走完Town Ki 我們覺得人流不算特別多 比上幾次疫情 明顯是少人了很多 不知道是疫情時 還是大家對Town Ki的新鮮感 已經開始減逃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去最後一站 就是最新鮮的阿布泰便利店 立即出發吧 希望可以看排隊 我想買東西吃 我也想 好,我們快點去買東西吃 去吧 這次阿布泰的特別之處 就是阿布泰第一間便利店 跟我們平時的便利店有點不同 對,它有蔬果、量油雜貨 一些本地手工的飲品 很多類似的食物都有 對,還要煮甚麼呢 很多都不會是明年菜男的食物 對 看起來連米也有賣 跟平時的便利店很不同 平時的便利店是便利 即是從一些很輕食為主 但它不是 但其實我覺得阿布泰這個便利店 也真的很便利 因為現在很多人 都無法去超級市場 街市也無法去 真的有了這個便利店 大家都可以… 不用有金卡都可以進來 對,都可以安心出行 很安心、有情深地進去 是泰國新鮮採集 直送香港的 剛才它有蔬菜 就完全是… 真的好像一個超級市場 迷你超級市場 挺有香港人的氣泡酒 有些香港本地品牌的食物 還有怎樣少得泰國零食 對,還有現在口罩 都是生活必須品 對,老闆,我真的很喜歡上班 我不喜歡 連冬肉 這個很棒 平日便利店是不會有冬肉買的 對,現在真的有蔬菜 用海鮮 迷你超級市場 也有 這些應該是我上網看的 香港本地的飲品 對 香港本地品牌的飲品 而且這樣看起來價錢也很便宜 跟在正常街市買的價錢差不多 而且我聽說 接下來的阿布泰會越來越多… 但它經營嗎 對 所以香港應該好像… 遲些日就應該好像7號一樣 走兩步就一間 走兩步又是第二間 好了,那今天的銅鑼灣行程 已經完結了 我自己覺得 今天真的很開心 可以見到大家 終於可以見到這麼多人 真的開始感受到疫情 是真的慢慢回落了一點 不擔保以後會否再有 至少這一刻真的比起前陣子的 荒蕪是熱壓了一點 有一點引起 我們已經走完港九新界了 但我們也會繼續為大家去更多地方 所以想我們去哪裏 記得留言告訴我們吧 對,我們希望之後我們可以 去介紹香港更多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小店 就不再看疫情下的香港了 所以我們下一條影片見吧 記得訂閱,留言 拜拜 這條街 那邊的黑塵很明顯更多人 Oh my god 我發覺銅鑼灣真的超多人 更多人過旺角 不不不不,那些人很厲害 我們繼續走 那轉眼間我們就已經來到 阿寶泰的新店了 我想說它跟旁邊的一間 傢伙 蘋果應該是少數不被影響的大店 雖然我們帶蘋果膏 蘋果膏 給你一個胸膏,不好意思 噢,不用,幫我弄